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一件衣服 然后后来我上车之后 然后我就想要是跟大家炫耀一下 你看我刚才买这件衣服 然后你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说 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嗨各位晚安 嗯 诶冠豪我问你哦 就是我们夫妻纯聊天 开播以来啊 已经制播了两百五十六七集以上了吧 对 那其实一开始会想要播这个节目 应该是说 夫妻的沟通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访谈了一些人 谈了一些婚姻的大道理啊 还有也这个做过相关的夫妻电影嘛 对 可是我觉得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遇过那种 真的已经离婚的人 嗯 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说 要相处 最重要的应该还是要沟通 或者是 嗯 要互信吧 对 对 呃我们当然是 能够不离婚 当然是建议大家 以沟通的方式 再好好的维系一下 但是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觉得 离婚还是一个选项 没错 如果有真的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话 也许分开还是比较好的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就约到了一位已经离婚的女性 嗯 哈哈哈哈 好 这其实是一件 嗯 有点感伤的事情 不过我们这个朋友呢 她是 在我印象中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 活泼的少女 对 而且她跟我们说 她完全不会长辞 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对 我相信今天的节目 一定精彩可弃 好 那我们欢迎阿棉 嗨 阿棉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大家最喜欢的阿棉姐姐 哈哈哈哈 你是幼幼台的是不是 就是你可能说 用这种方式出现好像也不错 哈哈哈哈 请问一下 这是你离婚的理由吗 哈哈哈哈 你说被对方发现我的真面目吗 才不是 就是说 我不要跟一个幼幼台的在一起 哈哈哈哈 每天早上就是亲爱的 你起床了吗 我们一起来 快乐的变身吧 这种感觉 我不行 我不行 我自己也不行 哈哈哈哈 要起四个阿棉 好恐怖哦 好 阿棉是我们世新大学合唱团的学妹 对吧 是的 是的 好 那请阿棉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 嗨 大家好 呃 我是阿棉 哈哈哈哈 到底是哪个人个才是对的 哈哈哈哈 好啦 其实一般早上起床的时候声音应该是比较低一点 然后 嘿嘿 我平常也是一个比较 嗯 我一直以来呢 呃 长期旅居日本 嗯 所以学日文之后讲话有比较那个文静一点 可是一回复讲中文的时候 那个原本的个性就会都出来了 现在讲一段日文试试看 现在讲一段日文 用日文打招呼 很有气质的那种 对吧 こんにちは 初めまして 私は陳一帆というものです 台湾から来ました 今年38歳になります 哇塞 所以跟我同年欸 我跟你同年啊 我跟你同年啊 因为你是我学妹 那是因为你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没有我九月生的你忘记了 哦对对对 哦所以是比较晚入学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 早入学 同学就算是同年生的 九月出生的就会是下一年 哦原来如此 有有有 哇阿宁的日文好好哦 没有啦 怎么会这么好 可是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是 资管系是不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念资管系没错 那个念跟电脑有关的 对对对 那你电脑很厉害吗 我电脑还不错厉害 从小就很爱玩游戏 所以就是那种 以前我们合唱团的女生都 怎么讲呢 都很 很厉害很宅 大部分的合唱团女生 都可以自己组装电脑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是合唱团的吗 丽萍你不是 我不会啊 对团 丽萍没有 那可能我们那一届的吧 像我跟那个 嘿呜啊 然后还有 丽营啊 这些就是名字 如果特殊处理的这些几个朋友 我们都可以自己组装 等一下你直接讲名字 我请罐好处理就可以了 好好 那是谁 就是比如说 跟丽营啊 跟丽营啊 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自己组装电脑 自己修电器 他们会 可以啊 真的假的 可以修电器 真的好酷哦 很man的一介女孩 就是男人 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畜生用的地方 真的 等一下 你刚刚讲了一堆日文 你还是要帮大家 先稍微用中文讲一下 因为我的已经忘记 你刚刚说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会有点忘记 私は秦一汉 というものです 不小心把本名讲出来了 我把我的本名 日文发音讲一下 没关系啦 秦一汉 是我的本名的日文发音 然后 というものです 是叫做这个东西的家伙 好讲重点 好我们这也不是日文情绪小聚餐 你后来说你18岁 不是啦 38岁 我还没有那么无耻好吗 我只有18岁 然后什么 就是你有提到IG吗 对不对 请大家追踪你 对 我说如果大家对我这个 声音听起来很有活力的 这个我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陈阿眠 你应该可以找到我的脸书 或者是IG 好 那我放在说明栏 给大家追一下 好 也可以不用啦 没有啦 我随便这样讲而已啦 反正这个人都比较怎样 你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到日本留学吗 我记得你好像没有大学毕业对不对 对我没有大学其实没有毕业 哇塞 你真的记得很清楚 这个可以其实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大学 呃 我们都是念士兴大学 那我一开始是资管系考进去 对对对 那我其实当初最开始的时候 嗯 会到资管系纯粹是因为 我们那个年代 大学联考是按照 那个分数填 对 分数填写志愿 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是一个一类组文组生 但是数学考得很好 嗯 然后英文考的其差无比 哦 就是大学联考英文满分是100分还120分 我们那个年代我忘记了 可是我只有22分 蛤 而且里面有十 而且22分里面有11分是作文 所以我选择题只有11分 哇塞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啦 就是因为成绩太烂了 然后就 可是我数学就考得好像还 我记得也有70几吧 也是满分100分还是多少里面 考70几分 所以就 那时候看可以 我是以可以填的方式去填志愿 所以我把士兴资管子放在蛮前面的 当初我是台北人 所以就想说找台北的学校 就是先把台北的学校填一轮 然后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结果进了资管之后呢 虽然说我是很喜欢电脑 没错 但是就是会有一种 这到底是我要的吗 那种 忧郁 然后 我大学的时候社团非常的开心 可是 变成说在上 反而是社团太开心了 会让我觉得跟本科的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说本科也有很多很棒的同学 那个 但也有很亲切的朋友 只是 就会有种 我就是 我好像只是因为 这个教育系统的关系 进了这个科系 那我出来 难不成我就要变成一个工程师吗 什么 就会想这种东西 其实也想太多了 很多资管系出来也不一定当工程师啦 就是当初 对 小时候都觉得大学学了什么 出来一定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太天真了 没有啊 对 结果真的没有 哈哈哈 然后 那个时候就 有一点白烂的心态 我就 翘课 其实我是翘到二一 出席率太低 被学校二一 哈哈哈 那时候你 那时候你大集啊 呃 我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大三的那一年 嗯嗯嗯 然后 我 快要被二一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 所以我前一年就先去办了 那个 修学 修学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去重考一次好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想要再 我那个时候想的是 我想要再考回 世新的 广电或者是广播或者是电视 嗯嗯嗯嗯嗯 就是 因为 跟大家认识之后 合唱团里面的一些广电组的人 我就会觉得 哇电视广播电影 我比较有兴趣欸 我想要念这个 好像说我可以考回来就好了 嗯嗯嗯嗯嗯 我就 就自己偷偷的跑去又报名了一次联考 喔真的假的 哦真的哦 我不知道耶 也就是你大三的时候又决定要再重考一次 在大二下的时候 就是想说我再来考一次看看 好的 所以我也没跟任何人讲 所以没有人知道 其实我去重考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結果我考上了世新法律 哈哈哈 練喔 真的假的 可是我不想念法律啊 哈哈哈哈 upright 所以我变成说 那還是算了 那就變成說 大三那一年復學 那可是復學之後 還是真的我就是很變成 有點